大家好,我是花花 我现在在贵州安顺的深山老林里 带大家去拜访一个神秘人物 这是一位神秘的女子 她独自一人隐居在绝壁上 1800年前的天然山洞里 至今已有13年 她为何要孤独地生活在那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在古洞中,她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下面就跟着我的镜头去探个究竟吧 眼前的这条路可以通往古洞 蜿蜒齐驱,时不时还被石块挡住去路 这个古洞原名清凉洞 它可是大有来头 据安顺府志记载 三国时期南中地区首领孟霍起兵反叛俗汉 被诸葛亮率领大军七情七众后降服归顺 这个洞就是当年孟霍与诸葛亮交战时 存放军粮的地方 所以它也叫孟霍的粮仓洞 此时左前方那座山的半山腰绝壁上 便是那个千年古洞 在安顺的茫茫群山中 这座山犹如沧海一树 粮仓洞离山脚大约几百米 正好在山体中心的位置 隐约能看见洞里粉红色的墙体 好不容易来到山腰处 有一条灵芽小道通往梁昌洞 左手边竖立着青涩的险峻的山崖 此处没有人声 只闻鸟鸣 山沿上竟还挂了面镜子 是什么意思 此山多洞 走两步便看见个洞口 里面黑曲曲的 别看洞口小 据说里面生不可测 有心想去探一探 无奈没有这个胆量 终究还是放弃了 稍往前几步 竟又出现了一个溶洞 这个溶洞很奇特啊 洞口处两根细细的石柱 支撑着巨大的山岩 洞顶洞壁上布满了各种石花石水 再往里瞧 竟是别有洞天 只见洞里有洞 里面的洞体还建了一幢水泥房子 可惜这幢房子 现在似乎是废弃着的 沿着洋长小道继续前行 一路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啊 前方出现了石阶梯 石阶上长满野草 逐渐这里人烟稀少 石阶尽头有房子和电线杆 表明这里虽然偏僻 但也是通电的 如今咱们国家的电网 几乎是覆盖到了每一个角落 阶梯蜿蜒向上 路边稍有平坦处都种植了花和蔬菜 看来这里的女主人是勤劳而又热爱生活的 这边看到一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 梁仓洞 据说在南宋的时候 梦霍的后代梦幽 把梁仓洞赏赐给了两名武和尚 1207年的时候 其中一名武和尚 开始在洞中大兴土木建造了清凉禅院 抬头望去 这粉红色的建筑所在 就是梁仓洞啊 洞体上面的崖壁如刀枭一般 旁边的树木翠竹是郁郁葱葱啊 下方有一个佛刊 佛刊旁是重修寺庙的功德碑 信仰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 哪怕再荒僻 人们还是会齐心协力 不畏艰难地把寺庙建起来 小寨梦获梁昌洞 我越来越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在这种偏远荒僻 无人之地苦守十几年呢 进去探探吧 眼前这一块墙体 是与洞口的岩石 紧紧地贴合在一起的 向上的石板阶梯 在拐了一个弯后 眼前豁然开朗 哇 好大的洞 这里风非常大 穿堂风 这是一个贯穿了 整个山体的天然穿洞 应该是属于喀斯特溶洞吧 洞顶坑坑洼洼凹凸 不平 洞体约莫有好几千个平方 入口处用水泥浇住的水池子里 还立了两个假山 这两个假山看上去颇有禅意啊 地面是水泥浇住的 左边留了一条排水沟 从这儿看 对面洞口射进来的光 非常的玄幻啊 这形状就像 人们食指的指尖 你说像不像 洞里面有很多蓄水的水池和水槽 这都是从洞顶 滴落下来的水汇聚而成的 水非常的清澈 据说还带点甘甜 我们终于看到了师泰 那么他为何会选择隐居再次 并且孤身守护这里这么多年呢 一个人住在鼓洞里 他不无聊不害怕吗 今年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然后这里这个老师傅嘛 他老了八九十岁了 他看不到家了 然后到营救山去喊我 喊我嘛 他说这里不得人看家都喊我 就地来回来再看家 我来回来再来五年 他就往生了 他往生了 我一个人就在那里 再来多年了 然后就一个人在 一共在了 总共在了 我再来四三年了 这个地方条件特别差 养不活 那些高等的那些活赏 所以人家不来 您吃得了苦是吧 我吃得了苦 就一直守着这种表面 那您这么大一派地方 您一个人晚上不会来 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特别不怕 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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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 我失败得好在 心中有 心中有 心中有福嘛 踩着脖子 特别高兴 特别好在 特别舒服 看来您跟这边 跟福我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我也喜欢修行 喜欢修行 您修行多少年了 我三十多岁就是贵衣服没了 这是师太您住的房子是吧 对 对 住的房子 住的小房子 那里是个小房子是垮的 垮掉的 垮掉的 那边来重新恢复是那里巴气的 全部垮掉了 垮掉了 垮掉了 我也找人来把这个小房子修好 修好 夏天来是露营的了 我经常感冒 找人来把这小房子修好 修好 有个多余处 多余处 多余处 有个多余处 对 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下雨的时候 那些改浆水全部低下来 哦 一年两个月我要带洞篷 一年我要带两个月的洞篷 水那么大是吧 水子不大 带两个月洞篷要插水海 哦 要插雨鞋 五位间都一间嘛 要插水海 哦 要带洞篷 不满的改浆水是想要把塞子上 哦 全部梳下来 所有地方再有一个苦的人 再带你下来 是是是 输苦的人嘛 就带不下来 是的 是的 他又怕害怕 有些又怕害怕 是的 有些怕下雨里 有些怕吵死 是的 是的 有些怕疯死 洞篷修行的生活艰难而轻苦 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 那只是神话传说而已 由于地处偏远 平处来这里的人非常少 师太就自己种点蔬菜 土豆 红薯用来果腹 一应的用品也是能减则减 平常极少下山 而是潜心修行 专心的守护这一方天地 我想一定是因为心中有爱 有信仰 所以才无所畏惧 才不求回报吧 不得回报 不得回报 那是他